我看妳的 妳的 我看妳的 我有點語無倫次 真的嗎 沒關係 我也習慣語無倫次 對 我剛剛就把硬控講到導演的名字 真的喔 我真的覺得很快笑 太瞎了是不是 瞎 對 等一下多吃 不能吃瞎 對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要很謝謝Penny 昨天晚上給我們這個 在小巨蛋的一個 三個半小時 冰煮淨換的美妙時光 對 因為我這邊線報指出 妳下台時間是11點02分 妳知道嗎 有被罰款 有 這兩分鐘 我們被罰了五萬塊 掌聲鼓勵鼓勵 被罰錢了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都說這是快樂罰款 這是快樂罰款 因為歡喜做甘願壽 兩分鐘要五萬塊 對啊 所以小巨蛋很沒人性啊 很貴的 早上多撐久一點對不對 對不起大家 那個又 對不起我真的講對不起 沒關係沒關係 真的是很開心的夜晚 但是我聽說 妳一下台就瞬間大哭 是不是 對 對啊妳怎麼了 沒有用啊 壓力太大對不對 對 對 對自己真的很嚴苛啦 那 因為第一次去小巨蛋嘛 然後 很多狀況 然後我又是一個很被打擾跟分心的人 是 所以整個過程當中其實很混亂 嗯 所以我其實沒有真正的 呃 享受到那個當下 我其實是很 覺得很可惜 嗯嗯嗯嗯 就像跟婚禮差不多 對 無名牌 無名牌 就會希望面面俱到 然後會導致那個很在意一些那個小細節 然後就這樣結束了 就覺得 嗯 好像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這個言下之意 是必須要再唱個兩道五場的意思嘛 對不對 才可以享受當下 享受那個時刻 不是這樣享受 不是 應該就是說有這次的經驗 嗯 而且我一下台 大哥在我 大哥 李宗盛大哥在耳朵就說 沒有人第一次唱小巨蛋就享受的啦 我覺得他 他這句話還真的沒有道理的 過來人的治理理言 然後我的 我的 我的台灣老爸 然後也 台灣爸爸 他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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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給了我一些建議 然後跟 小小的讚美 讓我放心了一下 讓我止住了我的眼淚這樣子 嗯嗯嗯 我覺得那一刻應該是說 你的壓力完全被釋放 因為你剛剛自己台上有說是真的 三天前壓力才突然 排山到海的 席卷而來嗎 對因為我 從來沒有看到食物 嗯 是 是反胃的 對 吃不下咽 對 不要懷疑我是懷孕什麼的 對啊 反胃 因為我說 全肚子 對不起我 尺度會不會太大 因為你看我又是大一嗎 對 所以 喂 欸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一個這麼愛吃 我很愛吃 而且我注重吃 美食 這個時間 我這16年來寫的歌 那個Range有點太大 太大了啦 就是那個曲風啊 好難上喔 我真的覺得 這 這 這個是一個神經病 怎樣啊 對對對 自己挖洞自己跳對不對 我覺得我自己把它自己 搞成這樣 這麼緊張 這樣子 對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太大了